大家好,我是猫顿,今天我们来聊第四位S级机械师,罗纳大人。 别忘了,我们的格兰特大爷现在也已经是S级机师了,所以罗纳是第四位S级机械师并没有错。 梅丽莎有全土奶,有自动修复损毁部件功能,赛文有波奇,罗纳则是有恢复AP和载动的能力。 罗纳的天赋神气十足,会让他在释放单体修理技能时,若目标的AP小或于等于2,就会为他恢复一点AP。 升级到潜能3后,还可以使治疗指令设成加1,但发动条件是自身的耐久值必须要高于50。 有了潜能3后,罗纳就可以在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,去为我方主力输出提供修理和支援。 罗纳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,第一个是支援流,以全力辅助主力输出为主。 另一个是抢修流,在支援主力输出之余,也同时为他提供修复服务。 其实说白了,就是硬拼不过,所以才要边打边修。 罗纳有4个指令计,和4个被动技能。 不管是哪个流派,罗纳都必带的招牌技能是4AP的指令计,战术重启。 他能恢复单台机兵所有部位的耐久值,并且还可以修复两个损毁的部位,并使已经结束行动的友军再次行动。 这是个非常逆天的一个技能,他几乎可以让一个攻击完后,被打至残缺的机兵,再次以完好的状态,再次发动攻击。 罗纳的再行动,是使机师在完成本回合行动后,再次开启一个全新的行动回合,所以,他也会触发机师每回合恢复3AP的效果。 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每回合只能触发一次的技能,比如突击手的再攻击,也可以再次生效。 即使该机师已经把AP用到0,罗纳的恢复1AP效果,再加上机师自身回合获得的3AP,就可以保证机师每次在获得再行动时,身上都有4AP可以继续用来发动攻击。 这简直就是让一个机师平白的多了一个输出的回合。 这个招牌技能也让罗纳在不需要大量移动的关卡里,用来支援突击手暴力通关和快速通关都很好用。 当然,如此强力的技能必定会有其限制。 罗纳的战术重启,需要三回合的冷却时间才能再次使用,在一般八回合的关卡里,最多也只能用上两次而已,这点还是比较可惜的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罗纳最终还是无法威胁到梅丽莎机械失忆解的地位。 支援刘罗纳另一个必带的技能是3AP的指令技,一鼓作气。 这是罗纳的另一个载动技能,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型版的战术重启。 一鼓作气会恢复单台机兵的所有部位,并修复一个损毁的部位,修理量比战术重启略高,来到了2.3倍。 但这不是重点。 一鼓作气同时也会给目标施加一个再动免除效果,可以用来抵消一次再攻击或再行动的次数。 我举个例子,突击手只要不移动就可以触发一次再攻击,有了罗纳的再动免除后,第一次触发的再攻击就不会被记录。 突击手原地再攻击后,还可以再触发一次再攻击,让一般的突击手也可以达到一回合三动的效果。 如果再动免除给的是马库斯,甚至可以让他达到一回合四动的效果。 由于罗纳的指令技几乎都有冷却时间,战术重启四回合才能使用一次,一鼓作气二回合才能使用一次,所以必须要为罗纳再装备一个修理技能。 第一个选择是使用4AP的保护网络,保护网络可以恢复二格菱形范围内,有均所有部位的耐久值,并修复一个损毁部位,比较适合在打防守战的时候使用。 但因为是范围剂的关系,修理量也会比较少,只有1.1倍。 不过这个倍率也已经比一般的范围治疗多出了0.1倍。 使用保护网络的好处是,它会为目标施加可降低15%伤害的抵御效果,可提升一些我方整体的防御能力。 若再搭配采集光辉,还可以多修复一个损毁的部位。 使用保护网络的坏处,则是在技能的使用上,会比较不灵活,因为它也有2回合冷却时间。 你只能按3、1、2的技能冷却时间顺序去使用,才能无缝的每回合都有技能可使用。 另一个选择是使用机械师的标准技能,2AP的制式修理。 技能会恢复单台机兵所有部位的耐久值,并修复一个损毁的部位,修理量为2倍。 使用单体治疗的好处是,可以触发罗纳的回AP天赋,而且,单体治疗也能比较及时的,对有需要的机兵进行修理。 制式修理,也是罗纳唯一没有冷却时间的技能,在技能的使用上,也可以更加灵活。 如果面对比较高压的战场,容易造成机兵损毁,罗纳也可以转为前面说到的抢修流派。 放弃一个用来支援的技能,一鼓作气,而改代被动特别关照。 特别关照会提升10%单体修理量,并额外修复一个损毁部位。 这个被动能力,可以用来支援罗纳的所有单体修理技能,使每个单体修理技能的修理量都获得提升,并且可以多修复一个损毁部位,非常强势。 顺便一提,我们的格兰特大爷也是有这个被动技能的。 这个被动对机械师行动结束后,发动的被动修理也有效,是非常好用的修复损毁部件的好帮手。 你只要在行动结束后,站在有损毁部位的机兵旁,就能为它修复损毁的部位,非常方便。 如果你有比较能撑得住的主力输出,又或者你只是拿来支援远程输出的威廉,也可以直接佩戴战术重启,一鼓作气,和特别关照。 这三个技能来使用。 罗纳的其他技能就比较少用到了。 双向修理,会在释放单体修理技能后,也同时修复自身所有部位,修理量为0.4倍,可修复一个损毁部位。 基本上不会浪费位置,去佩戴这个技能。 如果真的有修理的需要,到时再使用单体技能,或范围技能,为自己修理就好。 贴心护理,主动修理后,对目标施加免疫修理阻碍。 特殊用途,遇到有降低修理,和无法修复破损部位效果的强力敌机时,才会考虑拿出来使用。 战前整倍,行动开始会恢复自身周围二格,耐久值百分比最低一名友军。 的所有部位的耐久值,修理量为0.2倍,可修复一个损毁部位。 修理的倍率太低,带这个技能还不如带特别关注,直接修复有需要的机兵。 罗纳的甘曼一区,是所有机械师都会有的常规配置,基本不会花费大量仿生超导体去开发这一块,只需要把算力一的被动修理激活了就好。 甘曼二区算力一的技能,可以使神器十足地恢复AP效果,对AP等于3的目标也生效。 这样,就可以确保罗纳的修理对象,一定会有4AP可以使用。 算力7的技能,会使每回合首次使用修理技能的AP消耗1,只有开了这个技能,罗纳才方便使用那两个4AP的技能。 算力10的技能,在释放单体修理技能时,会使目标AP上线永久提升一点,效果无法叠加。 这个效果对弗烈达的提升最为明显,有机会让弗烈达的负载强席多打一次,对其他技师就还好。 算力13的技能,在触发神器十足,也就是释放单体技能,成功恢复AP时,能额外驱散一个简易效果,是个非常好用的技能,但也不是必要。 算力16的技能,可以在释放单体修理技能时,使目标携带增益效果的剩余回合加1。 要留意,这个增益回合加1的效果只是恢复增益的剩余回合数,它是无法超过增益本身的最大持续回合数的。 举个例子,如果增益的持续时间本来就只有一回合,那么这个剩余回合加1对它就是无效的,增益的持续回合数不会变成二回合。 只有能持续二回合或以上的增益效果,在回合数减少时,这个剩余回合加1才能将回合数补回。 所以,这也是个好用,但不是必要的技能。 除非是大克,否则一般都不会特地投屏去开算力13和16的技能,罗娜只要1加7就已经很好用。 如果你不带两个4AP的技能,也可以改成7加1,放弃首回合使用AP1,改代主动修理后可额外移动二格,这样就可以利用罗娜首长的优势,修理完就跑远远的,避免自己也被攻击到。 修理后可额外移动的能力,也让罗娜更容易走位,去发挥特别关照,在行动结束后可修复损毁部位的能力。 罗娜的专属机兵是光辉,这是目前最好的机械师机兵。 输留芯片,可无条件地提升15%修理量,并且还会在释放单体修理技能时,对目标施加移动力提升一回合。 抢修模组,会在主动修理时,提升对耐久值最低部位的修理量36%,并且还可以额外修复一个损毁的部位。 这是光辉最好用的地方,如果释放的是范围技能,就能同时修复两个不同机师的损毁部位。 机械师最头疼的就是,当有多个机兵出现损毁时,只能优先挑一个去修复。 当有同一台机兵出现多个损毁时,只能让技能去随机修复一个。 有了光辉的抢修模组,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。 而且,抢修模组对耐久值最低部位提升修理量的能力,也能舒缓被修复部位的耐久值,总是很低的问题。 光辉的特性,也和适合罗娜发挥它擅长支援主力输出,去和敌方首领对轰的能力。 如果是胶油修复能力本来就很强的梅丽莎去使用,那就更好用了。 不过,由于梅丽莎的全土奶,是吃不到自身天赋以外的效果的。 所以,光辉的额外修复损毁部件的功能,只对梅丽莎修理的主目标有效。 模组装备,紫色的就强效整备仪,或更稳定的检修模组。 高级一点的,就把开拓者的协调模块拆过来用。 最后来说说罗娜和光辉的抽取建议。 罗娜要不要抽的答案在台服已经提前出来了,武装讨伐需要四支队伍出战,就意味着你会需要带上四个机械师。 罗娜如此好用的技能,是必定可以带着突击手上场去打首领的,所以是必抽的一位机械师。 至于光辉,虽然他是目前最好用的机械师机兵,但考虑到机械师每次只会出场一个。 机械师的机兵优先顺序,也不如其他输出用的机兵膏。 如果你的资源没有很充裕,其实也是可以先不抽的,继续用着开拓者就好。 光辉可以等进场后,再靠跑图来获得一台金三使用就好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